接着公所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五节乡公所为了提高路灯的润养率 今年在7月赞助之下 推出了润养路灯年底抽电视大奖的活动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民众的响应 同时希望今年可以达到2000盏的目标 为公所一年省下200万的电费 五节乡内共有5300多盏的路灯 一年电费为600万元 每盏一年为1100多元的电费 为了减轻电费财政负担 公所今年在7月3万元的赞助之下 推出了润养路灯者 公所将在今年的12月31号公开抽奖 最大奖为42寸的液晶电视 要邀请更多人来共享盛数 最终我们公益的事情 企业今年提供非常丰富的奖品 要让我们润养路灯的所有乡亲 在今年的12月30日 由公所来公开抽奖 由律师见证 抽出我们得奖的乡亲 在这里我们公开来报告乡亲报告 为了要给我们所有乡亲一条安全会这些路 大家共同来润养路灯 五节每盏路灯的润养费为1000元 润养者即可参加抽奖 润养展数越多 中奖的机会越高 公所表示99年的路灯 润养数为700到800展 100年的时候增加到1100展 而去年更提升到1366展 期望透过抽奖活动 吸引更多民众来响应路灯 润养做公益 今年润养的目标希望能够达到2000展 可为公所来省下200万元的电费 伊朗新闻记者时事民采访报道